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把最常用的水壶还有水杯放在了最好拿的位置 这边是我之前买的一个于美人的假花 就觉得书桌上如果有一些花花的话心情真的会好很多 我之前试过了真的花还有干花 然后现在是买了假花 就是因为真花的话它其实会枯萎的很快 干花的话它你如果放久了它又会发霉 所以我最后还是买了假花 就很真实的一个买花的历程 后面我是贴了两张卤帽的明信片 然后发现它跟这个于美人还挺搭的 左上角挂了一个倒挂的抽纸盒 这个真的是我大学买过觉得最实用的一个神器了 下面这个纸条是记录了一些近期的to do list 就完成的话打勾 这样子会比较清晰一点 然后这边是我的护肤区 放了一些洗面奶呀 爽肤水乳液之类的东西 还有唇膏 两个卡子 这是比较常用的护肤品吧 因为平时比较少化妆 所以化妆品就没有放出来 只放了护肤的 然后一个小镜子 还有我的洗发水护发素 再下来就是我的iPad 比较常用所以就放在桌面上 右边的柜子放了我的化妆袋 还有化妆棉 出门会带的小小的化妆包 就装一些口红什么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备用的电瓶车钥匙 这个是之前去卤帽画长拿的一个入场券 这里面是放了我的水彩用品 就放了一些水彩笔什么的 然后胶带还有几个水彩本 这个是一些重要 但是又不常用的文件 就给它收到这里 一些证书 还有最近看的书 这本是我的水彩本 最大的一本水彩本 还有一些小文件什么的 这里就是一些本子 还有书了 再过来就是放日常用品的地方了 就是很简单的纸巾 口罩 还有牙签什么的 书桌左下角的柜子 我释放了一些缝针的东西 我的缝针机还有熨斗 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小工具 都放在这里 这里是我放数据线充电器的地方 就是用之前书桌改造剩下的理线器 给它贴上 这样子桌面上就不会都是线 就很乱 这里放的就是一些比较常用的 我的充电头数据线 还有一些比较常用的小刀 垃圾袋 再过来就是我放文具的地方了 就是一些小电板呀 墨囊呀小夹子丁书丁之类的 还有我三支最常用的笔都放在这里 这本是自己改造的可以写to do list的小本子 还挺实用的 这个是我的离形纸本 就所有的胶带都贴在里面了 下面这个是一些打印的手杖素材 这个柜子其实放的是我平时的早餐还有小零食什么的 但是因为最近刚刚吃完还没有来得及买 所以就比较空一点 里面放的是一些药品 因为比较少用所以给它放在了最里面 在下面是我的两个手杖本 去年跟前年写完的两本 然后这边是我平时包装东西用的袋子 还有包装绳什么的 这个是我的阅读架 因为现在比较少看纸质书了 所以它也不太常用了 就给它放在了最底下 在右边是我的衣柜 然后这里放了一个发带 还有出门带的口罩 还有两个比较常用的包包就放在这里了 然后这里有一个挂钩 挂了我的吹风机 在下面就是一些放袜子呀鞋子的地方了 好了这期的说说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这个视频可以给你们一些小小的参考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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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